主料,鸡尾虾八条,辅量,山药一根,鸡蛋一个,盐,淀粉,香油,葱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准备的食材有,鸡尾虾,淀粉,鸡蛋,山药鸡尾虾脂壳,从背部揭开香仁,可以很清晰看到虾线,这个虾线一定要削掉,多脏啊,削掉虾线的香仁剁成香泥, 山药洗干净脸皮一起煮熟,这样山药皮很容易就剂掉了,还不会把手上弄上黏糊糊的山药浆,清水再次下山药快煮开,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调制虾肉丸在小米里加入酱多的淀粉,刻入一个鸡蛋,再加些蓄盐,因为淀粉容易成团,所以奶奶洗干净手,用手把虾肉丸搅拌均匀,带虾肉丸准备好后,锅上的水也沸腾了, 因为是宝宝吃,所以用了小勺子一勺一勺,搅到沸腾的水里,煮熟,把全部的虾丸都煮好后,起锅放一些香油,烹饪技巧,加入的淀粉要多,而且淀粉制的一定要好,否则虾丸不易成团,下水后容易散开,生山药在去皮的时候容易在手上沾上黏糊糊的山药浆, 如果把山药煮熟了再包皮就没有山药浆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